我從小的時候對他看著長大 然後星期間我也有去上香 就是我一直在畫面裡面都記得 童童大哥他他總是笑笑的很溫暖 所以我去上香的時候也是笑笑的 帶著微笑的在心裡跟他說話 我相信他應該也是笑笑的看著我吧 跟堂山大哥合作過什麼做 我們在戲劇裡面其實合作的比較少 是私下互動比較多 因為有很多客家相關的活動會遇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他在客家電視台有一個很長的一個節目 叫日頭一下月光館 他就是主要都是在講相聲 然後有一次他們節目邀請我去 我今天到現場在很激動 因為沒想到跟長川長八合作的戲劇 然後他們最重要的劇照也變成了 那故事第一時間之後 開始在外面 他就跟我說 導演 他就讓我安排 在這個戲裡面 我現在眼睛一次就 離開了就是最瀟灑的一場 所以其實第一時間 反而是 幫我來 就是 幫我來 幫我來 就是 幫我來 就是 幫我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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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奇想師父 就是 客語對我來講 是完全完全 很陌生的 然後 我記得那天要進入 是 然後有說 媽媽媽會 有什麼關係 我想說 我其實可能就進去很簡單 但是沒想到去到現場 就是 好幾遍的客 我嚇到了 我真的 有些客語 甚至是 我沒有辦法去發到 後來 這堂發 他真的又在 那裡是一個 自己的世界 然後 然後才 就這樣完美的 客語 開始在一些 拿起下去的戲 然後 他陪我 六、七個小時 到 大概半夜 百一歲 那時候 他的夫人 打電話來說 怎麼會路 always路那麼久 以為他去哪裡 好 所以 真的是 不敢變 龐大的 花這麼多時間 加油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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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